记者吴俊峰台南报道 看过传统一阵的真人喜事吗? 台南市贵人的看宗里红农宫金诗阵 因成立年代久远被称为新峰第一阵 配合今年底同区的宝西戴天赋 尖叫活动将在杜出阵 却恐面临人手不足的窘境 妙方拜访侠境家户全力招募 文史工作者则透过网络协助 在脸书公告真实角引起瞩目 侯农宫委员王义德表示 金诗阵将于9月30日开馆 仪式后随即进行操练 这次的出阵不仅是配合宝西戴天赋的建交活动 还为了争取列入市政府的无形文化资产 希望能顺利通过审查获得保存 王义德说 根据其劳口述 当地金诗阵开始于清朝道光后期 由少林白鹤犬的能人传授 属于功夫杂实的武政系统 除了武师者之外 包含投机 大刀 盾牌 螺骨等 每次出阵至少要40名成员 规模不输送江镇 看东京诗阵上回出阵事两年前当地信仰中心人寿宫建教时 王义德提到 因社会眼镜成员的召集比以往困难 距离开馆不到半个月 初步盘点 这次除了固定的旧班底之外 至少人需补足5个人 若练习时间无法配合 缺额恐会更多 很伤脑筋 归人当地的文史社团反扑归珍 也在脸书贴出真诗角的公告 协助红农工招募新写 负责人刘青词指出 看东西村社口 杨错 早期英明封票汉 有土匪装支撑 而今诗证明号响亮 各庙会绕境时 常被排为先锋阵 可见其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